你原谅我 爹 你原谅我 对不起 到哪儿来 你要永远记住 家仇和国恨相比 算不了什么 现在国难当头 这把头人头 应该出现在和日本人拼杀的战场上 回来 回来 你回不回来 一 二 说说吧 今天 那个女土匪明显是向我示威 您怎么能偏袒她呢 宝叔 这娘是土匪出身 融入一个新的环境 咱们得给她多点时间呢 你说 小时候我玩什么 总能拿第一 你 那时 我还真觉得我特厉害 但后来发现 那都是你让着我 情报 你以为 湖南 的 西洋空港 是最后的 美国战略空军基地 中心 大本人 就是 西洋空港 我认为我们最大的军事的脅威 我认为我们的特殊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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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会遂行这个任务 那么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介绍的帝国军人 中国通的北川区 是 諸君 他副所做的长生,他所长aient一个北川雅武少佐 和山崎以这座庐有任务 için,能否发生? 有什么意思吗? 北川雅武,我正在僧衣的廁所下而下, 远天跨也有远,不准庐域,不准陷, 若望目的知了,更难得更之理 我以为把阿 neural Wao其他人接下来 我不开心 而你做鬼故隐的 我就在显示的 那么快 在中南朝隔绝 我会有部份 我会在中南朝隔绝 你是最好吃的 好吧 unknagliggen 很坏 我会在中南朝隔绝 尽管 我会想让你听到北川的意见 是 各位 大家 我认识到大本文的试诵 朝鲜潜伏了数年 我早就预期了 必须是我的国人和中国人 是朝鲜潜的相当 因此 我认识了 我认识到当地的宗館风俗 我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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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川君 我认识到 我认识到 北川君似的优秀 有武当義胜的弓人 是 水山空港的环境 称领航 北川君曾经 日本帮助 北川君的优秀 我认识成 北川君 将生 国部队是 成长的専部队 任何时 北川君 副隊長とする 是 即小星に潜入し Dijan空港を破壊せよ 是 Dijan空港 天命雄 天命雄 小星的今日 就要找你了 放心吧 河南球 師父 好 國州大於家仇 任天命不能少 湘西的抗日 不能唯有任天命 你不要總想著報仇 你答應我 不要再想著報仇了 好嗎 好 好 香 師爺奇異見長啊 我認輸 認輸了認輸了 師爺奇異見長 師爺奇異見長 但本質卻江郎才近呢 師爺 此話怎講 師爺可否還記得 燃心廢水之際啊 嗯 或新晉或水乾 幾年過去了 師爺睁大眼睛看看 他冉天命 非但沒有被我們除掉 而且還把部落給收編了 嗯 專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如今這局勢 終日在長沙展開會戰 三江兒女奔赴戰場 同仇敵凱 他染天命坐擁幾萬大軍 豈有坐臂上官之禮 我料定不出幾日 令其東上抗日 到時候與日本人一交手 他能不能活著回來 還是另說 好 好啊 但願此言 師爺能夠盈演 來來來 接著下 接著下 報告 進來 師爺 我 吉他 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新七十三军已经接到了开复前线的命令了 老虎终于被调出山了 是啊 这个阮天明啊 此去定是凶多吉少啊 向我自上任一时 阮天明为了保住他湘西王的位置 跟我明争暗斗 相互彻肘 是一个很难得的对手啊 如今他这么一走 给我留了这么个懒贪子 闹得我心里还空落落的 难得专员有一慈悲之心啊 四两 您英雄办事 哪一次不是逢兄化吉 遇难成侠 这一次您就这么悲观哪 此一时彼一时啊 这一次我是再也不能赖着不走了 这七十三军离开了湘西 就成了无根之母 离开了家乡 前途难料啊 那咱就不去 他们不是说咱们是军阀吗 咱就是军阀 他要是敢赶咱们 这战法屋子 我因为军队 他们是军队的 人窦队 他在军队 在军队中 第二次是军队 一些军队 他们真的是军队 到底有什么 军队 从我家买的军队 这个军队 是军队 有什么的军队 所以那你会有军队 最后一创队 我们来看看 我之前是军队 我不是学生的军队 是军队 那天 我之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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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敬 Mix〉 敬 Mix〉 怪不得他能一里湘西 二十余年不久啊 他阮天鸣纵然是英雄 不也被砖缘您 押在五指山下了吗 哪里哪里 誓言你的计谋 不是也塞过诸葛孔明吗 专员过奖 秦侦娘 阿里卡皇下 我刚才的话没听清楚吗 出列 报告军长 说 你这么说 是瞧不起女人 严重是女人 谁要是不服 可以跟我比试比试 报告军长 女人也能上战场 不比男人差 行啊 怎么样 有人愿意出来跟她比试比试吗 没有 行 你们俩准了 军长 我还想说 像皇下这样的女人就不必上战场了 上了战场也会吓尿的 报告军长 我虽然是女人 但我的作用别人无可取代 怎么说 战场上冲锋陷阵 不能光是一味地冲杀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就是战地救护 我作为一名女性医务兵 我比其他人更细心更专业 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好伤兵 说得有道理啊 行 你们几个都准了 谢绝长 弟兄们 看见这些大洋了吗 过一会儿 以团的建制 来领大洋 这些大洋 是为那些英勇杀敌者准备的 现在我宣布 休假三天 回去陪陪家人 三天之后的现在 在码头期间 开赴长得打鬼子 都给我记着 上了战场之后 躲着子弹走 留头命回来花大洋 听到了没有 是 走 过去看看 司令 宋忠元来了 知道 知道 到 执行吧 是 各头没都有 过来领大洋 阮司令啊 宋忠元 阮司令 司令啊 在下有一个疑问 不知当问不当问 将 你这些士兵 要是拿着钱跑喽 你岂不是人才两空啊 宋专元多虑了 我的兵 都是一口吐沫 一个钉的狠角色 跑 我告诉你 我这儿没有帕斯的软蛋 我今天请宋专元来 一是要让你见证一下 我新编七十三军 报国赴死的决心 另外 我还有几句心里话 想对宋专元说 府里备了薄酒 请宋专元赏脸 那好 那好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请 请 二位光吕寒舍 天明感激不尽 来 咱们先干了这 司令言中了 请 谢谢 四令 专元到我这湘西外化之地 有多少年了 四令 专元到湘西已经快四年了 专元已经四年了 这些年多亏宋专元在省府 替天明买盐 我这湘西才能安稳度日啊 来 我天明敬你一杯 好 好好好 来 过几天 我天明就要率部东征御敌 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 司令 投身卫国 设身复义 宋某真是佩服之至啊 专元过奖了 上阵卫国 本是我军人的职责 我走了之后 这湘西的事物 就交给专元了 司令放心 司令走后 宋某定会保护好 你染嫁得一砖一瓦 走 专元误会了 我既然许身卫国 就不再顾家 这次东征 部队所行仓促 难免会有物资上的短缺 还请专元能帮着一一补齐啊 君作物资啊 那不能怠慢哪 司令要是需要 我宋某定会全力支持 好 有宋专元这句话 我天明就放心了 任不官 第一批物资 军衣五千套 军鞋五千双 大米两千弹 这些都是抗战急需 还请宋专元 费心愁挫 宋专元毁家疏难支持抗日 为当事之楷模 我已向省府和地九战区发电报 每宋专元请功 夹奖家奖令不日即到 专元请 请 来 我敬你一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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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任天明临死前还拉着我当店呗的 第一批物资一送走 他下一批又来催了 他这七十三军就是个无底洞嘛 爹 咱说没有 不就完了 幼稚啊 有的你说吗 全前程谁不知道咱宋家有自己的棉服场和米铺啊 我告诉你 延屋抗战物资够枪比你一百回的 专员 岂不知祸兮福所以 福兮祸所福啊 专员筹措军用物资是件难事 不过专员打着爱国的名义 向湘西二十二线乡绅百姓筹措物资 谁敢不给啊 师爷一语道破梦中人哪 好 总盔 赶紧起草布告 就说筹措抗战军用物资分布给各县 让各县抓紧筹措索 是 优优独播喻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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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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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来了 好啊 回来了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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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回来了 公主回来了 公主 公主 你好啊 辣丫公 是不是想阿公啊 想 是吗 让阿公好好看看 都说你一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 我们的公主更漂亮了 阿公 阿公 我阿爸在哪儿 他在议事厅呢 走 阿公带你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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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阿公 可是都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 还没打够啊 那些都是内战 阿兰朵 你知道兄弟细强 共欲外辱这句话吗 日本人是咱们中华民族 共同的敌人 如今敌人都打到常德了 再不站起来 咱们就要亡国了 况且 我爹是日本人害死的 阿兰朵 你要不愿意去 我自己去 不 阿兰朵的命都是阿姐救的 阿姐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你不是说 战场上还需要大量的护士吗 我去 我瞒阿兰朵这么有志气 阿姐当然高兴了 阮少爷 我跟你们小姐有几句话要说 阿爸 阿爸 你们回来了 阿爸 你也在这儿呢 阿爸 你们怎么回来了 出什么事了吗 阿爸 瞧您说的 那我没事就不能回来看你啊 可以可以可以 那怎么就你们几个呀 就我们几个 其他弟兄们走不开 阿爸 是这样 这次回来 我们是道别的 部队要走了 部队要走了 怎么 真的要打仗了 对 去常德 和日本人打 不用担心 没事 又要开战了 阿爸 阿爸 其实这次回来 还有一件事要找您商量 什么事 阿爸 没跟您商量 托人 我想跟阿里卡成亲 希望头人您能够同意 把阿里卡公主嫁给我 阿爸 您不是 早就等不及看女儿成家了吗 阿爸 孩子 女儿大了迟早是要走的 只是 只是你这一回来就说 就说要成亲 我这 再说了 按我部落的规矩 成亲是要有没人提亲的 阿爸 现在城里边 兴自有恋爱 城里是城里 我百龙部落 有自己的规矩 同仁 我知道这次回来的 他比较匆忙 没有按照寨子里的规矩 他还没人过来提亲 但是我太根 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 我对阿里卡的一份情谊 相信您能看得出来 所以 我恳请各位债劳 阿公阿淑们 能够替我太根 坐一回没人 好 恳求同仁 能够把阿里卡公主 嫁给我 阿爸 没人之事 若同仁你不嫌弃 我只当阿淑的 愿意勉为其难哪 谢谢巴勒阿淑 谢谢阿淑 好好好 能攀上图人的苟枝 是我们封香寨的福分哪 阿婆 好 好 有仲寨老在此做个见证 卡莫万分荣幸啊 阿山卡 吩咐下去 准备婚礼 好 阿爸 好 你穿上这双军装 很漂亮 有点巾帼不让须眉啊 很威风 国家有难 男女有负 说得对 可是你想过没有 你没有去过前线 战场上比你想象的 要残酷得多呀 有谁是生在战场 长在前线的呢 皇家 黄伯伯他不在了 他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难道你一定要去前线 才是为过效力吗 如果你今天是来劝我的 那我们的谈话可以到此为止 因为我已经决定了 好 那咱们就不说这个了 帮我个忙吧 阮少爷还有需要人帮忙的时候 你就别笑我了 帮我找一个人 谁啊 还能有谁 只有你能找到他 你找他干什么 你刚才说了 国难当头男女有色 时封一身好本事 现在正是他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皇家 我想你也不希望你所爱的男人 一生钟老山林无所作为 你也不为了 这是你的艰辛话 当然 还有就是 我也希望我的部队上 能有时封这样一个战士 再高点啊 好好好 小心点啊 行 好 左边点啊 左边 好 好 别哭了 好 别哭了 放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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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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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漂亮 我们的公主 快 把喜服穿上 来 真好看 这喜服真好看 祝福我们的公主 红红火火 早生贵子 我们的公主啊 就是画里出来的仙女 是啊是啊 莫说我们百龙部落 怕是天下 也没有公主 这么好看的新娘子了 我们的公主啊 真是漂亮 这以后生的娃娃 更是漂亮 嗯 娘 漂亮 公主戴上这相牵 就个仙女呀 那是自然 太美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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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主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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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公主 看看你姐今天多漂亮啊 孩子啊 以后的路就得自己走了 跌倒了就爬起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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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